瓦斯路上不只叫黑 疑似还有非常深层的油渍 甚至换到地板上也非常脏乱 这些通通被卫生局揪出不合格 这就是爆出疑似食物中毒案的南港俄肉粥 目前已经造成11人身体不适 耳心 上吐 下泄就医 不少民众都在Google评论上留言 说都是在7月5号用餐 只是吃完饭后就陆续不舒服 6号清晨紧急挂急诊 而根据台北市卫生局鸡茶送医民众的共同食用品项 有烟熏鹅肉 还有咸水鹅肉 但因为鸡茶时已经没有7月5号的剩余 或者是咸宜食品的检体 所以目前先采集两件厨师手部检体 跟炒锅 炒池 刀子 砧板等四件环境检体 预计会在两周内完成检验 同时也因为通报人数已经超过6人 达到北市的停业标准 已经通知业者停业 并要求提出改善措施 不过目前业者仍未提出副业申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